花蓮县政府2号晚间也公告划定 海岸、海港及港腹等区域范围是禁制区域 花蓮地区海域已经有长浪发生 为了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台风来袭期间要避免从事关浪 还有水上油气等青海的活动 海魁台风、暴风圈已涵盖台湾东部 路径持续潮汐移动 花蓮地区将受狂风暴雨侵袭 为避免游客因油气细水关浪 不慎遭浪吞噬等意外发生 海巡将持续针对重点区域施施 关浪劝离 并对沿岸的禁止公告区域拉设封锁线 防止民众进入 同时也宣导民众在台风期间 避免外出到海边关浪 应在家做好防台的措施 花蓮县政府以公告辖内海岸及港口为禁限制区域 受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目前已逐渐有强阵风及长浪的发生 为维护民众的安全 在此呼吁民众切勿闯入 进限制区域逗留及关浪 以为自身的安全 若民众擅闯管制区域 经劝导不离去者 可依灾派防救法 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罚还 第12案巡队也呼吁台风警报发布期间 切勿到海边逗留或关浪 避免发生危险意外 记者凌桀 花蓮市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提供